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渣 今天又是来证明杭州不是美食荒漠的一期视频 今天去吃一家 我所有朋友 都跟我说非常好吃的一家店 我没吃过 我第一次吃 然后这家店呢 也是个小馆子 菜都老板自己烧烧 我们看下到底怎么样 就这里面很多小餐厅 哇 这个是卤味 不好吃 你要吃红烧的烧汤的就是容易 你帮你一块一点 特色菜 是不是有个人四个人的了 对 姓陈人的 我先打电话来 对对对 给你确认了两遍了 感觉你这个位置好豪富 那你们抓紧点菜的 等下菜都说我不吃了 这样的 你看客人多 你看都还没做 什么东西 这个就你点的不予 哦 这个就不予是吧 我点菜跟打仗一样 我好多朋友跟我说这就好吃 还要定位子 老板娘很急的 不用蘸酱 肉质蛮好的 这个配点不好吃 那个啥 我上次去那里吃饭 那个是九十跟我说一期的熬云 现在是比较适应的 是吧 看来我那几个朋友推荐的 没错 因为我那几个朋友都是懂吃的 你知道 都懂吃 小哥我们菜全部上了 谢谢 还得可以的 还不相信我 真的好吃吗 这素鸡 哇 好像有点东西啊 有点里面有点这种 爆汁油油的 里面很滑 还可以 可能也可能是我们太饿 都有可能 你又不饿了 你说做法不一般自己家里吃的都是买那个 那个老板娘说这条街的招牌菜 后面是德鸣嘛 然后放在厨房嘛 都是这边的吃 这特色是不是大家的菜都是特用的 对这条街都有碎片大厂 还可以蛮香 沾点酱汁 我感觉这个要沾点酱汁 他们的菜都很黏郁 没有 他这只是颜色神味道好 尝哦 还这个白的 非常白 脆的 雪菜鲁鱼汤 这个好 这是他们招牌 春笋 冬笋 鱼 雪菜鲜 鲜啊 喝点汤啊 哇 这雪菜可以 雪菜好鲜 嗯 后面鱼味出来了 好喝好喝 可以 还放点白胡椒粉 这个老板 拽是可以的 哇 确实人家东西做的不错 他有资格韧性 有资格韧性 来这个这个 他这个 鱼脸肉 鲁鱼最珍贵最好吃的鱼脸肉 这个 来给你吃 这个汤可以喝得我冒汗了 我一般冒汗了 这就好汤 他里面辣椒好吃 爆汁 和水果呀 尖叫 还是木鱼好吃 木鱼是稍微弱点 木鱼点那个肉厚实 最近不在说杭州是美食黄沫吗 你觉得是吧 我也还好 我觉得我在杭州每天吃的挺好吃 我有时候去其他城市出差久了 我还挺像杭州 我觉得这个贵这个东西 可能杭州的实例菜是有点贵 但是人呢 吃饭这个东西呢 你就吃一顿少一顿 哈哈哈哈 这个一定要蘸酱 必须要蘸酱 必须的 不蘸酱要判刑的 这个是不是买的半成品的瘦豆腐炸的 这个一定要蘸酱 哇 好烫 里面很清纯的 还不够够 还不够够 你有没有吃过臭豆腐刺身 下蛋鱼吃 很好吃 凉拌的 臭豆腐刺身 然后拌点那个虾米酱油醋 香菜辣椒 这个叫炒双花 爆双花 猪肝炒腰花 真好看 嗯 太好吃 这个猪肝一定要吃 看这个 还是慢慢吃 猪肝这玩意啊 不能炒到全手 就炒到这种快手 关上来马上吃 那像是我那种我带你 稍微老一点 嗯 腰花吃一下 腰花是我最爱 腰花 嗯 腰花 好 好 这种猪肝炒腹 田鸡养殖的田鸡肉 什么还可以 什么还可以啊 那你做餐饮的 你都觉得这笋干好吃 笋干好吃是吧 嗯 脆 这个田鸡肉好吃的 这也可以 田鸡腿 我以他这个上菜速度 我估计 他应该就是两个灶 但是一个厨师 我把我家 我把我家 这个一下就碰到醋了 很香 好喝点酥 很辣 酸甜的 酸甜口 酸甜口 北京人 他这个很酥 整个都能吃掉 又换了一个葡萄汁 前面的是国产的 这个是法国的 是法国的吧 这个 这个也不错 哎呀大 酱巴罗 通通的是白河的 很大 从中的老派三菱 就会给你一个西瓜 或者一盘酱 对吧 就是会给你一个这个 这个 你们看得懂 你慢慢看嘛 更近 看得懂 我们下来一条 那个 同时 是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